大家好,我们这期来说一下软实力 那么我们一直认为美国的软实力强 中国的软实力比较弱 那这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没搞清楚什么叫软实力 或者说我们关于软实力的这种认识 是跟着西方走了 跟着美国人走了 他们的定义似乎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真的 其实美国人根本不懂什么叫软实力 那么我有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新冠疫情再加上最近的楼塌这两个事件 可以讲就是让美国的软实力崩溃了 更准确的讲是让美国的 就是大家认为美国的软实力强 这么一种看法崩溃了 或者说美国存在着很大的软实力泡沫 它根本没有软实力 但是它认为它有 而且营造了这么一个形象 就是软实力的泡沫破裂了 美国的软实力有泡沫 或者美国根本不懂什么叫软实力 那么 那什么叫软实力呢 我的理解啊 或者我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能够把硬实力 把硬实力服务于人民 就是把硬实力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或者把硬实力为人民服务 那么这个叫软实力 那么硬实力的话就是我们说经济 经济资源 科技资源 你的经济发达 科技发达 这个叫硬实力 但是你的科技资源 经济资源 就是要干嘛用 那就从整个社会来看 你怎么去配置你的资源 你的你的资源去干嘛用 服务于谁 那么如果你的硬实力 你的科技资源 你的经济资源 能够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那么这个就是软实力 如果你不能 那你就没有软实力 不能的话就是服务于谁 像美国的话 他的经济资源 科技资源 就现在在理论上讲 就是他是全球第一的 那我们中国是第二 就是从经济的总的实力 那么美国是第一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 他的这种 他空有这种科技资源 经济资源 但是他无法 就是他的社会 他的文化和他的制度 无法让他们的 他们的这些 科技资源和经济资源 应用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那么我们说 服务于 为人民服务 或者以人民利益 人民至上 人民的利益至上 在我们中国 这似乎是一个 很司空见惯的事 他不仅说 我们现在这么认为 我们现在当局 我们要提这个 其实从我们的历史以来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着的 你其实在孟子的时候 孟子的时候 就是说民为贵 我们的这个 经典还说 民为邦本 包括我们知道一个 到谁 到魏征的时候 给李世民说是 民是什么 民是水 君是州 水可载州 亦可福州 其实这种比喻 魏征是引用的 一个古语 就是水和州的关系 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人民是水 政府是州 那么这个水和州的关系 这个比喻非常古老的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魏征 给李世民说 我们知道 这句话比较 比较 更广的人知 其实并不是 这句话 不是魏征的原创 是一个古语 那么 那么我们说 水和州的关系 人民是水 政府是州 还是军是州 那么谁是决定着 谁是决定着 当然水是决定着 同时我们的 就是我们仔细去看 我们的政府 就是中国的政府 和西方的政府 不仅仅说是我们现代的 就是从有政府以来 从我们讲 从姚舜以来 我们为什么说姚舜之道 就是姚舜时期 是中国政府 开始正式形成的时期 姚舜之前 中国是没有政府的 没有政府 我们依然有良好的秩序 那么这个秩序 就是毅力秩序 因为没有政府 我们有毅力 即便有了政府 我们依然 我们的社会的 我们文明的基石 社会的基石 我们或者政治的基石 社会这里的基石 依然是毅力 我们是毅力化的政府 同时我们会发现 中国的政治 是一个专业化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行业 独立的专业 它干嘛 它专门是用来 就是给人民提供 义力服务的 就是中国的政府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只是说 只是说这个服务 是一种特殊的服务 是一种义力服务 而不是像经济类的服务 比如我们 AET服务是经济类的 经济类的服务 属于利 我们讲有个 义力之变 那么政府提供的服务 是利 是义力服务 就是让整个社会来能够维持一个义力化的秩序 就是每个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建立在这种义力之上 所谓的义力的话 就是 就是共识 就是每个人 所有的这个社会 是由所有的人组成的 也是就是所有的人的 这种关系 那么所有人的这种人际关系 它的基本单元就是二人 二人关系 所以我们中国非常重视这个二人关系 那么孔子甚至说 专门构造了一个词 但是这个字不一定是孔子构造的 但是孔子把它做到发挥 就是人 就是仁义的人 仁义的人怎么写 单人加二 就是二人 注意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在 包括孟子他解释 就是人 就是人 就是这个仁义的人 就是 就是人 人口的人 就是我们这个人 那么他是相通的 那那同时我们发现 这个人 他的写法是二人 哎 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在我们的古人看来 这个就是一个人 其实你要一定处于 和人的这种关系之中 所以你要始终处于这种 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所以单独的人是不存在的 一定是 就是 是一个关系人 一定是和别人发生关系 所以我们重视的这种关系 我们也是从这种关系中 来定义一个个人的 所以我们说人 就是仁义的人 仁义的人就是说 一个人和别人 怎么能够 良好的相处 建立和谐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一个心态 你需要的一个思维方式 哎 这就是人 那同时的话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二人 那他也是 我刚才讲了 所谓的社会啊 社会秩序 就是所有的人的这种人际关系 能够和谐 那所有的人的人际关系 他的基本单元就是 二人关系 就是人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石 就放在人上 那么人其实也是理 一理 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 就是要要要 出了条关系 就是要共识 我们说义理 他有一个核心的特征 就是共识 哎 我们说讲理 讲理 之所以讲理 就是大家都认同 哎 大家都认同 都发自内心的认同 那这个共识 就是理 就是理的话 一理 他有一个特征 是共识 当然 他的含义 不只是共识啊 所以呢 哎 我们是人啊 那么人 一定要注意 这个人是二人 他也是一个人啊 那么就是 我们的社会的基石 是建立在这个 这个人的基础之上啊 所以在尧顺 尧顺时期 我们开始形成政府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政府 就是基于这一点 就是专门给人们提供 义理服务的 或者说专门给人们提供 评理的 就是社会有分歧的话 有分歧的话 我们找人去评理 谁可以去评理 就是君子和大人 那么找人评理 这种模式 其实在尧顺之前 就是在我们 中国文明出现以来 我们就存在 我们有一个评理模式 那么只是说 这个时候的君子大人 他都是 就是他不是职业化的 而他是民间的 他义务的来给 人们提供这种评理服务 就是我们 就是在 尤其是在农村啊 还保持这种 这种习俗啊 尤其是我们 六零后 五零 就是 九零后以前的 都应该知道 比如我们有分歧 那么我们会找人去评理 对啊 咱们去评评理 找谁去评评理 对吧 我们找谁去评理 一定找这个 意理水平比较高的人 啊 所以就是中国的秩序 就是一种评理模式 啊 那么 那么 这这种 在民间 就是担任 评理的这种 这些人 这些君子大人 他们就是最早的这种 政治家 那 他们就是起到了这个 维护社会治理的作用 所以没有政府 我们依然有很好的秩序 啊 就是义理秩序 那么只是说到 姚顺时期 我们出现了一个 就是君子大人的职业化 哎 这些君子大人 就是义理水平比较高的人 哎 我们把它组成一个职业集团 啊 我们不让他干活了 我们不让他 就是从事任何的 这种经济活动 谋求私立的经济活动 他专门的 给人们提供义理服务 来维护这种义理的秩序 包括教化人们 对吧 那么哎 这就是政府 我们就是义理事 义理事的政府 啊 那么我们这种设计 就是就是不允许他们干 不允许他们从事经济活动 就是来切断 政府和经济的联系 切断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啊 因为你 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 就是 一个评理 比如说你 你是个评理 你给这个分歧的双方评理 你怎么才能做到公正 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不能和他们之间 有任何的经济联系 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 这个一个国家的 一个政府来讲 那么他们要是评理的话 给老百姓评理 那么他要做到公正 就是他不能有 不能从事任何的经济活动 因为他如果从事经济活动 他一定和某一位老百姓 直接发生经济联系 就意味着 假如他找他去评理的话 他一定偏向他 就是就有这种经济联系 就不好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规定 在姚顺时期就做了 这也是中国最核心的政治理念 就是不与民征业 这个业就是产业的意思 不与民征业什么意思 就是官员不允许 从事任何的经济活动 不允许经营任何的产业 你的收入只能来此国家分物 那么 那么这句话也被说成 不与民征利 到了后来就去到汉朝以后 就变成这个禁止官商勾结 官员绝对不能经商的 同时商人也不能和官员勾结起来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时最重要的业就变成商了 商业有钱人 而这条原则一直到现在 中国依然在坚持 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依然也是不与民征业 不与民征利 就是官员不允许从事任何的 这种经济活动 注意谋求私利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要发展经济 那么官员确实参与经济 但是注意 这个很微妙 他不是为他的私利参与经济 比如我们的政府要做规划 要发展 这个发展经济 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但是 无论是他的 就是他的各级政府的这个官员 都不是为自己的私利 而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情况这里边会出现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他本人不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这种经济活动 没有任何产业 他的收入只能来自俸禄 只能来自他的工资 他自己不能在工资之外不允许有收入 这只能中国 这叫不与民征业 这也是姚顺直道的最核心内容 那同时他也把我们的政治 专业化了 他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那么在孟子的时候就就认识到这点 注意啊 这个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独立的一个专业 只有中国做到了 而且我们在姚顺时期就做到了 一直到现在 那么现在西方的 他没有没有做到这点 就他没有不与民征业 不与民征利 那么他们的政治也不是独立的 不是专业化的 就是你看美国的话 他的前总统特朗普本身就是个大地产商 就本身就是个12人 那在美国这个很司空监怪 而且甚至说他以前啊 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普选 普选以前是和金币挂钩的 你没有钱的话 根本没法参加选举 那么后援人 总统后援人也是 你有钱才可以 有产业才可以 包括我们知道 我们说第一届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华盛顿 我们认为他很高风亮节 打完仗之后 然后这个辞职 这个总统这个 任期结束 他马上就回家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产 大地主 也是个大奴隶 奴隶主 因为当时美国还是 还是奴隶 还有黑人奴隶的 就是华盛顿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 或者就是一个大产业者 大大大产业者 而且有很多奴隶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 在中国绝对不允许 不允许做官的 他本身就是 就是个大商人 大产业者 这个我前面也说了很多了 我不多说 但是我只是说 就是中国的政府 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行业 独立的专业 他就是专门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从事的这个服务 是义立服务 不是利益化的服务 不是经济的服务 是义立服务 也只有中国的政府是这样的 只有中国的政府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理解就是 尤其是我们中国 这个经济决许之后 那包括西方 也试图在理解中国 其实我们国内 自己也不是很理解 那么我们一定要 从这个角度 我们一定理解我们的历史 我们才能够 理解我们的这个政府 那么他是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那么为人民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看起来 似乎就是这个理所当然 但是这一点西方的政府做不到 因为他本身政府就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 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 他本来就不是为谁服务的 那么西方的政府 美国的政府是这个什么 他是一个利益争夺的机制 注意 他是个利益争夺的机制 就是他认为啊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是 就是经纪人 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 那么每个人都追求 追求这个自己的利益 那么相互之间 就是利益争夺的一个关系 那么利益争夺怎么办 要么就是打仗 对吧 暴力 那么我们他现在不决心 但不暴力 不暴力的话就是 就是妥协 就是利益的妥协 利益的争夺 利益的妥协 就是和平化的一种妥协 所以西方他讲利益的妥协 那么他整个的民主制度 就是一种利益妥协的 利益争夺的一个机制 你比如说他所谓的选举 他选什么 他就是每个地区 对吧 是一个利益集团 每个地区 每个地区 我选议员 我选议员代表着我的利益 然后议员干嘛 组成国会 国会干嘛 议员组成国会 就是就是每个议员 代表自己选民的利益 就是争吵嘛 对吧 利益争夺嘛 所以国会是什么 国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 独立的这个行业 独立的职业 他是代表他当当地利益的 然后是为了利益争夺的 他并不是为谁服务的 或者说他每个议员 是服务的对象不一样 一个每个议员 就是他这个 他的议员 每个州的议员 服务于每个州 他没有整体的人民的概念 他也没有整体的说 为谁服务的概念 他就是一个利益争夺机制 所以呢 那现在西方也是 就是他认为 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不可能有君子大人 我们中国知道 我们为什么有政府的 这个专业化职业化 因为我们认为有君子大人 就是有人 义理水平比较高 他们愿意去做 自愿的去做义理的事 就类似于说 我们说 侠客 行侠战役 我说行侠战役 那么侠客 他为什么要行侠战役 对吧 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侠客行侠战役 他不为什么 他就是想那么做 每个人都有行侠战役的这种需求 就是当然 这个侠客 他们这个行侠战役的这种 这种这种愿望 这种这种需求更强烈 所以他们 他们一生啊 做很多行侠战役的事 所以他们就是侠客 就是这种行侠战役 是人的本性 就是像我们说义理 义理也是人的本性是一样的 我们说义理和心性是一回事 包括后来 我们变成是个三纲五常 那么三纲五常 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什么 是一个落后的东西 专制的东西 但是他的 就是他的三纲五常的本质是什么 三纲五常三纲是什么 三纲是三种关系 他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吧 他只是提 就是提了三个 其实他就包括 所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 那么社会秩序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我们是以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钢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好了 那整个社会就是有秩序的 然后五常是什么 五常是五常之性 就是人性 人以理智 他认为是人性 就是人以理智 这是外在的表现 外在的表现 是他内在的义理 所以就是义理是人的本性 他的外在的表现 人以理智也是人的本性 就是我们是把社会秩序 激励足于人的本性的 人的真实的本性的 当然三纲五常 从董主书开始 他们理解是有些问题 有些偏差 包括也有一些专制性的因素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的根本是在说什么 就是中国 我们中国是 以义理为核心的 以人的真实的 这种心性为核心的 我们是把我们的 整个的文明是建立在 这个真实的义理 真实的心性之上 所以那么我们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这种心性 这个主体 每个人都具备 独立的思考能力 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每个人的人心都有义理 那么如果顺应 每个人的本性 他都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就是合乎义理的选择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话 就会和谐 整个社会就会自动的 形成一个义理化的秩序 那所以 就是我们的为人民服务 他就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义理的基础之上 这个服务是义理的服务 那么就是为人民 听到这种 当然具体来讲 它是有一些具体的 利益化的服务 它是合乎义理的 我们着眼点 不是利 而是义 就像大学讲的 国不以 利为利 以义为利 这个国就是指的治国 或者是政府 政府 官员 他们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 那么 所以呢 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基石 注意啊 只有中国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且它的基石是义理 这个义理的话 就包含着公平 但是又超越 现在讲的 这种专门的西方 就是财产分配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平均 我们这个义理 它包含着财富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均衡 但是远远超越它之上 它给予的是 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就是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当政者 更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官员 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讲 什么 就是叫 叫什么 以身作则 我们讲的是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官员 在做事 在制定制度的时候 在行 在做制定政策的时候 也是要 一身作则 作则 是立足于 他自己的真实本性的 比如我们说 人 一礼 这个很宏大 它可以 因为是整个 天下秩序的一个基石 你比如讲 我们这个大学讲 格物置之 成义正心 然后修身治国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就是整个的天下秩序 都是这样的 但是它又 又是它修身 又是从什么 格物置之 成义正心 从他个人的这种 这种 这种学习 心性的成熟开始的 给予他的真实的心性 所以我们很重视孝 孔子很重视孝涕 很多人不懂 就认为 我们是把以孝涕为本 孔子 包括我们传统上 重视孝涕 是 并不说 正重视孝涕本身 而是说孝涕 因为你 每一个人 最亲近的人 你最先接触的人 是谁 就是你的家庭的人 就是你的父母 就是你的兄弟 所以孝涕就是说 你要能够和你的父母 处理好关系 你要学会和你的父母 处理好关系 你要学会和你的兄弟 处理好关系 这就是孝涕 这个关系 它的核心也是人 就是相互尊重 但是每个人的身份不同 它具体的这种 规则肯定不一样 譬如说你和你的父亲 怎么相处 然后你和你的兄弟 怎么相处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平均 不是像西方一种绝对的平均 它要跟每个人的身份不同 而做出相应的这种调整 所以这就涉及到思考的问题 就是怎么 你和你父亲 怎么某件事情 怎么处理 那你要在当时 做出这种思考 怎么在尊重的 他的前提下 当然父亲也要尊重儿子 这是相互的 但是父亲和儿子 毕竟身份不同 所以他应该是 不能说绝对的平等 他一定是有等差的 所以我们现在议题等差 议题区别 我们就说专制 这不是专制 你和你的父亲 你怎么可能要求绝对的平等呢 对吧 我们说养不叫父之过 父亲和儿子 他绝对不能是朋友关系 因为父亲有个义务 你要教育儿子 你是儿子的导师 对吧 我们现在 就是也学西方 说我和儿子是朋友关系 这怎么能行呢 父亲是要教育儿子的 是儿子的导师 他不能是朋友 所以他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他一定是有区别的 相互之见 只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区别给固化 专制化 像三纲 五常 我们说三纲 为什么批评他 就是说他有人固化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来是把校 替当成一个教育的手段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义理啊 心性都是基于你的真实情感的 那首先你要从你的身边做起 譬如你要对所有的人都是人 都是讲义理的话 首先你要对你的父母讲人讲义理 对你的兄弟讲人讲义理 然后在这个环境中 培养你的这种人的能力 对吧 相互尊重别人的这种能力 他不是空的 所以校替校替他更多的是一种教化的手段 我们更强调这种真实化的教育 而不是一种虚假的虚构的 所以呢 我们官员的为人民服务也是基于这一点的 他是基于真实情感的 我们讲的义神作则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毛主席 那么当年我们知道 我们当时武器落后美国 那我要抗美援朝派军队去 对吧 那么就很危险呀 那毛主席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啊 就是把他的儿子送到朝鲜去 我要别人的儿子去打仗 去冒险 去赴死 那首先我也让我的儿子去 这就叫什么 这就是以身作则 同时我们也讲的 说共产党要起领导带头作用 对吧 他不能虚假 那么西方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西方是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西方的所有的软实力 他都是基于一些假设的 一些假设的 他不是基于人的真实心性的 你比如民主呀 人权呀 他都是基于一些假设 一些虚构 那么人权的支撑来自哪里 我们可能不忘了 天赋人权 天赋天是什么 天是上帝 就和君神神兽是一样的 就他一定要有一个上帝来支撑他 而不是基于人的真实的本性 包括民主的秩序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美国的 就是有些东西 他似乎描述的很好 但是他不是基于人的真实本性的 他是基于一些假设的 所以他会走行 会双标 会走行 会虚伪 会伪善 包括他的人权 包括他的民主 都是这样的 所以民主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人权绝对不是尊重人的 我们看美国的话 他反而是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轻视人民 他一个新冠疫情 可以随便死60万人 那一个楼塌随便 在楼塌 埋下一百多人 可以不救 不管了 这就是草菅人命 一个如此草菅人命的 一个一个国家 怎么可能有软实力呢 软实力的话 你得让别人 发自内心的尊重你 钦佩你 那你的行为一定是真心的 就是以身作则 己所不予物施于人 急于达而达人 急于利而利人 而不是急于一些虚构的东西 然后反而是要求别人那么做 自己不做 美国的人权和民主 就是这样的 他反而成了一个工具 要求别人 然后自己不 可以不做 自己是霸权的 这是虚伪的 这怎么可能有软实力呢 所以我们看 新冠疫情和 和这个包括 其实每一次灾难 都会彰显美国的这种 这种 这种缺乏软实力 缺乏对生命的这种尊重 那么都会死很多人的 那么一个楼 他就可以死一百多人 然后不去救援 那么所以美国是有硬实力 但是他没有软实力 为什么 因为他的硬实力 无法应用的去 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 而是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为少数资本家所服务 他怎么可能得到 人民的这种尊重呢 怎么可能得到 世界人民的尊重呢 所以我们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崛起 我们发现美国的这种 这种软实力的欠缺 意义的欠缺 道德的欠缺 就导致他的恶果 新冠疫情就是一个 很好的表现 为什么你的 这个 这个科技实力 然后经济实力全球最强 为什么 你无法控制住新冠疫情 就是你的科技实力和 经济 经济实力 无法应用的抗击 无法组织起来 去应用的抗击疫情人区 包括救援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他 他的科技不强 经济不强 强 但是他无法把这些资源 应用的 去救助一个楼塌下 埋在下面的这些人 他是儿戏的 所以不尊重人 不尊重人命 不尊重人民的利益 怎么可能有软实力呢 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是 就会 有很多网友就说 我对对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 就非常的恶心 以前是受骗了 所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了 因为他是虚假的 虚伪的 对吧 那么他的现实和他电影 完全是两码事 那么我们以前认为 这个美国的电影是美国的软实力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软实力在破 在这个泡沫在破裂 就是你缺乏真心 你的东西是虚构的 你自己并不去遵守 你自己在谋求利益最大化 谋求霸权 而且自己要拿多的利益 不允许别人拿和自己的利益 和自己一样多的利益 所以他怎么可能 毫无软实力可言吗 所以这一切都导致美国的软实力 泡沫破裂 为什么破裂 就是因为他们缺失一理 缺失一理 他们无法把他们的硬实力 组织起来 为普通的民众服务 都要不去遵守 还有其他人 不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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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遵守